欢迎收看本期讲堂军库 在上一期我们推出的雷美诺石海豹突击对35周年合作款之后 深得大家的喜爱 很快第一批就售罄了 第二批从瑞士建口到国内也花了不少的时间 很多朋友也等了很久才发货 好的产品值得期待 同时也有一些朋友在催35周年的其他款 毕竟每个人的喜好不同 所以本期的讲堂军库在代表海军的海豹突击对系列之后 将给大家带来雷美诺石手表的35周年活动 致敬经典奔赴热爱 代表空军的洛克希德马丁臭幼工厂F117款 瑞士原装建口的雷美诺石442HF117空军款 雷美诺石XA6442H系列 其灵感来自于驾驶F117夜音野形战斗机的飞行员 F117夜音野生战斗机 是世界上第一型完全以隐形技术设计的飞机 由洛克希德臭幼工厂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 主要用于执行隐形突破火力网 压制目标防空系统 摧毁重要机密目标的任务 而雷美诺石XA644H系列 将代表着创新和航空仙舰技术解决方案的Sky Wars和Logmating公司的标志刻在表身上 象征着创新与冒险 因此这款手表不仅适合于空军飞行员 同样也是追求非凡的日常冒险家的重要伙伴 整款表壳依旧采用的是碳纤维材质 直直径为44毫米 相对上一期的海豹部这款尺寸更大 性能也一样出色 机星选用的是瑞士朗达515石英资金 动力储备高达50个月 在表盘内每一个小时刻度上都镶嵌了穿光管 同时时针分针和秒针除了镶嵌穿光管之外 也有荧光材质 在低照明度环境下 依然保持着雷美诺石的全天候全时段 可以清晰读到时间的理念 另外在表盘的6点钟刻度为止 有一个Sky War夜光辉标 这个辉标在白天几乎不可见 但是晚上超级荧光的Sky War将会点亮表盘6点钟位置 用这样独特的亮光向F117衍生战斗机部队至今 雷美诺石这款飞行员万表 将标志性设计与Sky War结合在一起 很好的创造出个性鲜明的空军35周年系列 不仅如此 在表背面的表壳上 还刻有错误工厂和洛克斯德马丁公司的标志 战斗气息和军系科技创新气息非常足 无论是科技研发技术人员 还是在探险穿越用途 这块表都可以给你独一无二的创新与冒险精神 在表带的设定上 创新的采用了23毫米宽度的黑色凯夫拉加皮革表带设计 其上层为抗膜耐拉结实耐用的凯夫拉材质 下层接受人体皮肤部位 则是使用了细腻的皮革材料 将可靠耐用和舒适融为一体 再加上碳纤维复合材料表扣 整块表的碳纤维用料非常的足 所以可靠性完全不用担心 跟上一款海报部队一样 使缓全新的35周年雷美诺史F117版本 也一样使用人工蓝宝石水晶反反射图层镜面设计 抗冲击抗炫光 表冠则是使用的钻石型表冠 更具冲击力 整体设计满足20ATM 也就是浅身200米的防水等级 因此作为日常的锻炼 游游户外骑行 跃远穿越和复杂奥利环境下使用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作为在军民圈和户外爱好者圈 非常受欢迎的品牌 雷美诺史在35周年海陆空三圈系列 在原有的记录上面 做了非常现代化的时尚升级 依然延续了系列的可靠性和高颜值 作为自用和战术送礼 都是非常有打赐的 今天正好是通圈系列建筑国内上市的日子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查看购买 如果没有小黄车 可以搜索蒋糖军库淘宝店铺 或者蒋糖军库go微信小程序查看购买 毫无稀有且行且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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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